今天去机场 找一个朋友 现在是飞机师来的 可是今天他 今天他因为 今天他因为有值班 所以没有跟我们一起骑 刚好那个时间遇到 刚好这个时间遇到他骑飞的时间 我们试试可不可以跟他的飞机合照 现在朋友先回去了 因为我的前轮有问题 骑不到 所以就让他们先回 我就在这里我已经扩了我的家人来载我 没有办法咯 因为安全地域咯 轮子也骑不到 他整个前轮的那个bearing 整个前轮的皱层爆掉 里程才3000公里 才3000公里都跑不完 还很新的轮子啊 他现在整个整个有问题了 就好像这样 整个现在是完全不能骑的状态 因为硬硬骑的话 他的轮子会靠到那个 那个前叉 一直摩擦 他也上不起了 那车架会有问题的 等一下又到 所以现在就等我家人来载我 还好他是住附近的20分钟车程可以到 所以今天我的里程只骑了42 原本今天的路程是 路线是91公里左右的 现在在加油站停下来了 原本今天是790多公里 哎呀 没办法了 把灯关掉了 这家油站平时很多骑士过的 所以 这个老板呢 这个油站经理 他本身也是有骑自行车的 所以 他也有做很多这种自行车架 所以让路过的骑士有一个地方休息 停靠 现在在这里要等我家人来 他这个油站他甚至还有卖那些 骑行用的那种能量胶啊 还有备胎啊都有 公路车的 3D车的 能量胶 还有能量胶 这些都有卖 价钱也还好不会太贵 刚刚 老板有遇到 看到我们 他还帮我们拍核照 之后 之后 我跟他讲 我的身体有问题 他还有提供工具 让我们 去尝试去维修 可是 因为这个 周城他的bearing 已经是坏了 所以也无能为力了 爆掉 他甚至讲 他这边卖了 他有那个备用的 可是刚才是卖完了 还 没办法 现在是要等我妹妹来 然后这个就是刚刚 那个轮阻坏掉的 这个是前轮 还好家里还有一多一组 被用的轮阻 我还可以 等 但是用着他轮先 先用着那个旧的轮阻 好 因为原本是打算 二月多要换新轮子 新的那个 炭轮 炭轮 现在可能要花一笔钱 先去维修 这一个bearing 可是 也可以暂时不要动它 因为动了 维修的话 可能应该只需要换bearing 就可以了 原本这一组 因为我要买新轮子的关系 这一组我是打算卖的 因为他的那个 行驶里程还很新 还打算先把它卖掉 拿一些预算 夹进去那个新轮子那边 可是现在坏了 我也一定要维修 才能够卖 不然的话 嗯 也是很麻烦的 到时候再看怎么样打算 所以就这样啦 暂时 回到家了 看到我有备用轮 看到我有备用轮 可以把这个坏掉bearing的 可以把它这个坏掉的换掉 这个是之前旧的 因为已经快要磨损到一定的程度了 这边还有一个点 这个是一个标示啦 嗯 当你看到这个洞的时候 代表你的轮子差不多要换 顶住先啦 现在 现在要把另外一台 换过来 这个就收着 看什么时候拿去维修 我就是顺便 搅一搅一下 示范一下是怎么样状态的 拆台的话 刚刚又忘记 路到就没关系啦 就装台的话 我可以分享一些tips给你们知道 如果爆胎啊 那些你们要这样处理 一般上呢 那个打气孔啊 都是对着那个 外台的那个logo的 可是我个人是习惯 把logo放在对面啊 所以那个打气孔 logo在对面就这样子 刚刚打气孔对面是一个 这个贴纸啊 这个轮子 所以我就把它对起来 先把另外一 先把它担一遍 塞进那个轮框里面先 先准备好你的内台 然后一件事就是 当你破胎的时候 你把那个新内台装进去之前 你一定要 轻轻用手摸一摸你的外台 的内侧 要检查一下 它还有没有东西刺着啊 有没有 铁丝啊 那些 除非你已经在你旧的内台 已经找到它破洞的原因 有一个铁丝刺着 你把它拔开 这样子 不然的话你怎样 你都还是要检查一下 或者有时候你换台的时候 你内台 可能你放在地上 有一些沙子跑了进里面 你不知道 当你把内台装好 你一打气 它 因为高气啊嘛 它会把那个 内台会再刺破 所以你要检查清楚 它还有没有东西刺在那边啊 有的话就掃出来 倒出来 检查清楚 没有东西了之后 就可以把你的 新内台安装进去 现在 有时候你要 对齐这个是方便 容易 第一时间很快的就找到 气嘴是在哪个位置 我通常是在这边 然后对面就是肯定是气嘴的 新内台也要摸清楚 不要有沙 粘在上面 然后 从气嘴先进 然后把那个 固定气嘴头的 外圈 先大约上一上 然后把内台 情况允许的时候 你就 建议是把你的内台 打一点气在里面 给它没有那么扁 比较好 放进去 它比较不容易 在里面 你进的时候会扭到 如果你在里面 扭到了之后 你在打气 它可能会 比较容易破 所以要很小心 不然的话 如果你在外面 你只有一条新的 你就真的是要叫车回了 就是从两边慢慢进 到最后 用一点杀 要弄掉 到最后 到最后 这里 我一般 习惯是 先从这里先进去 然后再 把外台 掰进去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 撬台棒来做辅助 你可以用它轻轻把你的内台推进去 可是要小心 不要太大力 如果你不小心 弄穿它的话 也是 要轻轻 这个我的外台就比较软 用手就可以凹进去 给它这样子定位全部进去的 有些品牌可能它就会比较硬 你要用这个借力 推它 然后向内好 然后那个撬台棒它有一个方向的嘛 它这样子向里面的 我这样子进 它勾着 它才没有那么容易弄到内台 因为当你这样子进了 推了进去 你要把这个拔回出来 你也是这样子拿嘛 如果你这个勾是这样 是这样向上的话 如果你真是推了进去的 你要拿出来 可能又会勾到它出回来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也可能会勾到那个内台 导致它破 然后那个外台 进完了之后 稍微 左右掰一下 去切刃 它的那个内台 它没有被夹在那个外台 跟那个轮框之间 因为如果它夹着 当你打气的时候 一道高压它也会破 所以要非常注意这个地方 导致进了去之后 这个地方你还是特别注意的 这个刚刚固定的那个轮框 开一点 然后 向里面推一点 你要给它的那个内台 再近一点 因为有时候它可能 不够里面啦 它就会 在那个 外台跟框之间被夹着的时候 因为我之前也试过 被夹着 如果你这边没有推好 它可能在打气的时候 也是会因为夹到 会被夹破 先推好 确认它的内台 是完全被外台包着之后 OK 然后你就可以稍微 打一点去 这个你就可以先不用锁到那么紧 稍微固定一下 然后你可以开始打气 然后刚开始打气的 不建议是过把它打满 先打一点点 如果这种 做地式的打气筒的话 你大概两三下就可以了 如果是手打的那种小型的充气筒的话 你可能要 多一点点 然后 给它稍微有点空气 然后需要暂停 暂停 然后你的外台 你要也是要这样熬一点 刚刚我打了两下 所以比较紧了 所以你需要这样熬 这样去翻它 去真的是要确认 它的内台没有被夹住 一个圈 大概检查了之后 就可以再继续打气了 然后这个呢 因为刚刚里面 我打了一点气 它就跑出来一点了 所以我就可以 稍微轻轻先 顶着 然后等真的充足了 你才去固定它 才锁 锁给它紧一点 然后现在我就把它打满 到我平时习惯的气压 我平时是打110 如果一听到一些声音 是因为它那个外台的那个 金属的那个边 它 你是咬紧 那个轮框 所以是ok的 ok 打够了 然后这个就可以锁紧 把这个拆下来 当然你可以先拆 没问题的 然后把这个气嘴帽盖好 外面的那一个 装胎就这样完成了 然后现在我要把那个 备用轮圈装回去我的车子上面 还有一点就是 你要把你的轮子要拆下来之前 一定要把这个刹车的这个 线位器 你要先把它打开 它的夹器它才会比较开一点 不然的话如果你说它会宽一点轮子 或者是外台的话 是比较难拆下来的 这个位置 打开了 然后你就可以拆装 会比较容易 要我装好了 我就要把那个快拆锁紧 再把它那个线位器 关掉 至于这个呢 我就要再看去维修了 看到时候换那个 币锁紧 就成了多少钱 应该不会太贵了 很普通的 OK 今天影片到这边 拜拜